据众军亲近消息透露 该国已经部署了100多个现进的远程导弹发射器 以镇压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区 此取被认为是中国回应于 印度沿着实际控制线 部署三个配备M777超轻型榴弹炮的中团 在中国军方官员的描述中 解放军在印度边境部署了100多套 现代车载PCL-181自行火炮系统 这位官员有信心 中国制造的PCL-181大炮的射程 是印度陆军M777的两倍 这种火炮是专门为高山地形 地温作战而设计的武器 由于重量轻的优势 它将便于运输并在山区和高地进行有效战斗 低浓度空气影响了许多武器和精能 去年中国因与新冠隔离酒店倒塌有关的腐败 而渐进了20名官员 由于国内住房安全标准不严 这一事件让中国共众极为愤怒 去年3月份中国南方泉州市新家宾馆突然倒塌 造成29人死亡50人受伤 当时这家拥有66间客房的酒店 是一区返泉州人员的集中隔离场所 当局立即展开调查 发现该酒店在原四层楼的建筑上非法增建了三层楼 安全官员与酒店业主勾结 编写有关施工的虚假报告 10月17日在泉州开庭审理中 审判庭已造成严重事故 伪造证件 受贿罪 判处酒店业主 杨金强20年有期徒刑 另有12人因类似罪行被判处 两年至13年不等的徒刑 此外7名官员还因受罪 玩忽执受等罪名被判处 有期徒刑两年至6年不等